就是做出這個,叫List View 做出來,目前我們沒有加布景主題 所以看起來好像還是醜醜的 之後的話,我們會加布景主題上去 顏色變更一下 再來的話,我要做什麼呢? 就是做下面這個 而且下面這個的話 主要幾個重點,反正上面的名詞都一樣 只是說上面會多icon 這個圖是icon,小說圖 然後icon分別是一個什麼 Information,Info 這是Grid 這是Plus,加碼 這是Check OK,大概這幾個 然後的話,還有我最後希望 它能夠,如果這個捲動的話 它也能夠一直停在下面 不會說我捲動的話,它就停在上面 我停在下面,卡住 好,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首先的話,如果你剛剛做完的東西 像我們剛剛這個 其實Listurview跟那個什麼 跟那個Netbar 其實有蠻多地方是一樣的 哪些一樣呢?哪些不一樣? 其實你們可以比較一下 其實前面好像有講過 只是我們做個複習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這是Netbar最後做出來的程式 這個是最後 這個是Netbar的程式 那 Netbar你會發現跟那個Listurview 最大的差異 看不看得出來 如果你看得出來的話 應該就很好解決了 你會發現1 這個UL後面沒有東西 只有一個大於結束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要把Listurview的東西拿過來的話 你乾脆把它複製過來 有沒有 這一段嘛 就剛剛做的 然後把那個 UL後面的東西刪掉 第一步 那哪些地方是多出來的 你會發現外面包一個什麼 包一個這個 DIV 那DIV後面多一個叫DataRaw DataRaw就是這個資料的角色 叫做什麼? 叫Netbar而已 所以喔 其實 如果你要拿剛剛的程式來改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怎麼改 改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第一個 我們把那個剛剛的這個 這個程式 UL到UL 有沒有 UL到UL 斜數的斜線 UL 把它複製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 請你再看到 業尾的地方 業尾在哪裡 業尾 要先及時先點掉 業尾的地方 這個業尾在 叫做DIV的DataRaw等於Footer 這個是它的頭 尾巴在這裡 所以頭尾在這裡 中間的 請你把 H4 業尾到H4的東西 delete掉 delete掉之後的話 直接把剛剛的程式貼上就可以了 好 貼上之後的話 我把它對齊好了 對齊這邊好了 就是上面跟下面對齊 有沒有 這個這樣對到下面 這樣會比較清楚 不然的話 有時候一切一切看不清楚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 第一步的話 貼到哪裡呢 貼到它的Footer 就是業尾部分 然後DIV跟DIV的中間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 請你把UL後面的東西刪掉 好 刪掉了有沒有 然後呢 再來 當然你現在如果切過來的話 即時看一下 你會發現它就變成長這樣 可是怎麼樣變成這個Netbar呢 最後一步喔 記得喔 請你再到UL跟UL外面 再補一個什麼呢 補一個DIV DIV怎麼補 補一個 或者你乾脆 直接 Enter它有沒有 在它上面Enter 然後把這個DIV開頭 有複製貼過來 加一個 後面的一個結束符號 這是小於 後面加一個大於 然後在它結束的UL 這個下方有沒有 再補一個什麼呢 把這個結束DIV 複製到這個裡面 意思就是說 我在這個UL的外面 包一個DIV的意思 當然呢 我是建議你乾脆 把這個UL再按一個TAB鍵 讓它向後縮一接 這樣子 這樣會比較清楚 有沒有 這個是Footer的DIV 這個是我新家的DIV 這個是原來的UL OK 那再來的話 當然你現在切過去 它應該還是不會是正確的 那怎麼樣才是正確 很簡單 請你在DIV後面空一格 加一個什麼呢 加一個DataR 就是資料角色的 幫我改成什麼 改成叫NetBar NetBar在哪 NetBar N開頭 找到了 NetBar OK 導覽列 點兩下 好 這樣子理論上應該就大功告成 我們看一下 點過來 即時看一下 出現了 有沒有 NetBar出現了 但是 這個上方的話 還缺一個什麼東西呢 你會發現就缺 缺這個上面的按鈕 這個叫 這個叫Info 就是信息 然後這個叫Grid 一個表格 Plus Check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要最後呢 在這個上方 加上那個Icon的話 應該還記 不知道還記不記得 其他幾個方法 你可以在 這個的每一個 Page後面呢 這好像漏掉了 這應該有個Data Data Ic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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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Info Grid Plus Check 就是加這幾個 但是喔 你如果要自己加 有時候 也OK啦 直接加在那個超連結 的這個後面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怎麼樣呢 我先把它直接 這個OK了 第一步 我們已經變成NetBar了 第二步 第二步的話呢 再把這個每一個 那我一般習慣是 如果不想要記 太多方法 我剛才游標放在 攝影名字上面 然後呢 點擊 這個攝影名字之後呢 找到 它右邊有一個叫 標籤檢視窗 裡面的話呢 請你找到有一個叫 Data什麼 Data Icon 所以這邊注意喔 檢視窗裡面應該 一樣是 Grid Mobile 然後裡面 Data Icon I開頭 Data Icon 在這裡 然後你就怎樣 先游標放這邊 這個攝影名字的話 那我要給它的按鈕 叫做Info 所以你就找到Info在這裡 你會發現 點擊這邊的話 它其實一樣呢 會在你的程式裡面 Data Icon 幫你增加這一行的敘述 Data Icon Data Icon 第二個的話呢 這個相片 相機種類的話 Data Icon 它是一個叫Grid的東西 Grid的話就是 這個 Grid的話就是 表格 OK 有了 第三個是相片欣賞的話呢 幫我加一個 Plus Plus的話就是 P開頭這個 就是一個加號 然後意見回覆的話呢 就Check Check就是這個 Check就是打勾 那因為它裡面的 這個Icon 只有17個的樣子吧 反正沒有那麼多啦 我就大概 找個接近 可以表示意思的 Icon 就OK了 好 那我們最後做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再來Run一下 即時 這樣就出現了 1 2 3 4 4個按鈕 OK 那就完成 不過最後還沒結束喔 因為你現在 你會發現它一直停在 要上不上 要下不下的位置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要固定在下方的話 最後最後還記得一個動作喔 就是把它固定在下方 那怎麼固定在下方 這個前面有講過啦 記得喔 如果你要固定在下方的話 請你一定要選擇整個頁面 那怎麼樣選擇整個頁面呢 記得一定要選擇把它移到上面一點點 點那個這個頁面的最上面這條頁線 那你移動上去就變實線了 點一下 這樣就整個選起來 OK 特別注意喔 一定要整個選 那如果確定整個選的話 反正它一定會幫你選到 它叫什麼 ID等於Home 然後呢 選完之後的話呢 請你找到 有一個設定叫做Data 什麼呢 Data Position 這個地方 這個Position的位置 這個是整個啦 更正一下 應該我看一下 應該是Data Position 應該是Footer 更正一下 應該是不是整個頁面 更正一下 應該是要選 這個是整個頁面 不是整個頁面 應該是Footer Footer這一個頁面 也就是底下這個地方 怎麼知道是不是選到Footer 你點這邊一下 記得要選上面這條線喔 有沒有 這邊是整頁 對不對 如果你要選頭的話 其實下面這條線 這個叫Header 然後內容的話 是這條線 那如果你要Footer的話 應該是這條線 有沒有 Footer 它會出現一個Footer 你可以再檢查一下 它是不是那個什麼呢 從Data Raw等於Footer 一直到DIV結束 如果對的話 那就是 再到它的Data Position 把它改成Fixed 這樣就OK了 我們來 即時看一下 有沒有 它固定在下方 也就是如果你捲動的話 它也會跟著 跑動 OK 所以剛剛講的 稍微比較多一點 我再把重點回顧一下 一 我這個做的東西 實際上是來自哪裡 來自剛剛UL到UL 就是這個List View 把它貼過來 貼過來之後的話 把後面的這一些 UL後面的東西刪掉 所以產生這一段 第二個動作的話 就是在它外面包一個DIV 然後給它一個Data Raw 叫Netbar 第二個 第三個的話 在它裡面呢 增加Icon 增加Icon的話 你可以選這邊 再去點選什麼 叫做Data Icon 分別是Info Grid Plus Check 這幾個 最後的話呢 再選取這個Footer 然後把它做什麼 叫Data Position 等於Fixed 這樣就OK了 所以另外一個 如果你那個Data Position 下面如果看到Data Raw 是Footer 那表示OK 不然你選錯的話 效果就會出不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增加Netbar